老二就是我这个我老二就是他父母在南上这个南方做手艺打小他就跟他爷爷长大 前段时间我听了他他爷爷走了去世了他老人家这个 咱们先缅怀吧缅怀吧没有到没有拿老人家开玩笑的意思啊那说事啊老二女人在凤城呢他在他在本地这边这个忙呢 突然接电话家里的他姑姑说快快回老爷子不行他老家本席那边 这家好几百大车回去了一看在医院里都进那个的什么那个那个的特护的病房了那个叫 NICU不是不是不是反正就是挨什么U然后就进到病房里了啊啊对ICU NICU是是是是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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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可能我弄混了反正在病房里老头啊浑身插满各种管子 白费就是就是迷离据说的昏迷一天了啊昏迷一天了完了完了之后他就趴着窗他就要进去护士告你不能进去 那屋里是没有细菌的你知道吗没有细菌的护士不上进老头两天没睁眼睛你说他他这么他这么有有感觉你直到孙子回来了眼睛睁开了 手一摆叫我老二进去感情这个东西他一他爷一手带大他老二进去之后老头浑身插满各种管子啪的他爷子开始哭老头也抱他但是老头哭两下之后不是老头拍他两下之后老头就开始把他推开推开找笔和纸啊啊老头有点家底家底就据说以前岁数挺大了啊就是建国初起建国初起在村里面拐事 在村里面那时候就打广播吧老乡们不要怕黄军说了不抢粮食啊是头呢没面条赚钱据说 完了赶快找笔和纸吧老头以为他要留下什么就把这个纸和笔给老头了啊老头刚写几个字把那纸就在手里转的 杀手仁怀走了大家这个悲痛啊这个这个非常苦哭完了之后马上是不是让遗体要走了 他说不对老头写什么的看看留下什么 人走了的时候手僵硬啊那纸都握揍了好不容易给掰开的把那纸揍揍着那纸打开一看上面老头写的滑了的就挺挣扎写上面写的 孙子躲了踩到我的氧气管子了 我后来知道这个事的 我说你反正你也别太自责我知道你是无益的 一百雷瓶粉啊 小笔犯罪嫌隐 因为我叫你 咳咳咳一些